近日,新剧《我们的蓝调》开播,据了解该剧围绕冀州岛三对恋人展开故事,以单元剧形式描述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 由李炳献、车胜元、金语斌、申敏儿等联合出演,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和关注。 其中,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小荧幕上的于炳,在剧中饰演一位在冀州岛生活的船长。 这是他病育后播出的首部作品,也是他时隔六年拍摄的第一部电视作品。 在新剧的发布会上,主创成员、导演、编剧和李炳献、申敏儿、金语斌、韩志明、车胜元、严正花等七位主演一同出席了活动。 在发布会中,抗癌成功回归的金语斌诚挚激动地表示, 我现在的心情无比激动,全身颤抖,颤抖得很厉害。 因为好久没有这样和大家打招呼了,虽然我之前也拍过广告和综艺节目, 但我非常开心和感激能够再次以本职工作的方式和大家打招呼。 而且金语斌还透露,能和前辈们一起工作,简直开心到难以自拔。 据悉,为了真实感受到角色的魅力,金语斌还去了冀州岛, 见了船长们跟那些收工后的海女们交谈, 甚至为了更贴合作为船夫劳作的角色朴正俊, 金语斌还特意晒黑了部分手臂,增加真实感和人物细节。 除了金语斌外,海岸村恰恰恰的申明儿也再次回到小渔村。 2015年,申明儿与金语斌因合作Jordana广告结缘, 没想到交往才一年多,金语斌就被查出患有鼻烟癌。 在外界一致不看好的情况下, 申明儿选择了同男友一起坚持,与病魔抗争。 30次以上的放射性治疗,体重暴跌10公斤, 在金语斌最艰难的抗癌治疗期, 申明儿只要时间允许都会陪伴在金语斌左右。 2019年,金语斌参加青龙奖颁奖典礼宣告回归, 并开始拍摄广告以及电影。 但直到今年即二人交往的第七个年头, 才终于有了我们的蓝调中首次同戏演出的机会。 作为金语斌和申明儿合作的第一部剧集, 本以为二人会合体演绎一段甜甜的爱情。 没想到在《我们的蓝调》里, 这对现实中的情侣却各自与别人搭档, 并分属于不同的单元中。 在剧中, 李炳献饰演的李东西, 以及申明儿饰演的炳轩亚, 将饰演一对再次重逢的旧情人。 17岁时, 因误会错过彼此, 成年后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, 重回冀州岛, 二人心中的火花再度被点燃。 而韩志明与金语斌则分别饰演海女、 李英玉及船长朴定俊, 正在秘密交往中的二人, 随着男方求婚之后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而跟金语斌配对的韩志明也是大有来头, 帅哥玄冰曾经说, 自己合作过的女星里, 韩志明是最美。 能这样说是绝对不用避嫌的关系了。 两位合作的海德·哲基尔与我并不怎么成功, 难得两位大咖却能在一部失败之作里, 结下了很不错的友谊。 韩志明1982年11月5日出生于首尔, 高中时期, 韩志明就因天人的美貌在老师极力推荐下开始拍摄广告, 从而踏足演艺圈。 当时还是高中生的他就已经拍过不少广告和MV, 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好奇心, 把演艺事业当成是一种兴趣和休闲。 但是在考入大学之后, 韩志明才真正开始有了将演员作为职业的想法。 21岁时, 他通过500比1的竞争拿到了All In中的角色, 确定出演宋慧桥的少年时期。 之后韩志明出演了大热剧《大长津》, 他饰演清新美丽的姓菲, 剧中他与李英爱有不少的对手戏, 但是他也丝毫不露怯, 将这个悲情的角色演得栩栩如生。 《大长津》更是创造了50%的收视奇迹, 童年该剧更是火遍亚洲。 有了热度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, 而是挑战各类角色磨练演技。 在《乌塔坊王世子》中, 韩志明一人分饰芙蓉和朴河两角, 凭借灵动的演技获得无数奖项, 轻松跻身一线女性行列, 非常期待他在新剧中的表现。 在发布会上, 编剧《卢戏经》也解释, 为何金宇斌生命儿被拆散演出的原因。 直言, 感觉要是两人演情侣, 应该就不会演出了, 所以在选角时就把他俩跟别人配对了。 更有趣的是, 在发布会现场, 众演员按照剧情单元站位一字排开, 真情侣的金宇斌和生命儿中间 足足隔了五个人, 被戏称是距离最远的一对, 生命儿更是挽起了别人的臂弯, 不过即使这样的状态, 不少粉丝也表示磕到了糖。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要拍摄合影时, 金宇斌先是撞过头盯着女友, 似乎想要跟对方说话。 生命儿也看了男友一眼, 不过因为距离实在太远, 生命儿没有继续回应男友, 让男友表情相当无奈。 就像我们的蓝调一样, 金宇斌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, 也一如这部剧想表达的温暖一样。 有骤然从高处跌落谷底的不甘, 也有对生命消逝的惶恐不安。 更有爱人、朋友、家人在一旁的默默陪伴和祝福。 所以希望我们的蓝调的播出成绩也会像金宇斌的人生一样苦尽甘来。